Let's practice HSK level for listening together。 我们要参加汉语桥比赛,不是开玩笑吧? 告诉你,别瞧不起人,我们走着瞧。 下面哪句话是错的? 二十七 妈妈,我有点头疼,家里有没有药啊? 我找找,还真有一盒,给你。 这药已经过期了。 是吗?那我再去给你买一盒。 对话可能发生在哪儿? 二十八 留学生春节晚会什么时候举行啊? 怎么了?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吗? 不是我,是朱丽叶。 她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你让她去班长那里报名吧。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二十九 这种电子词典 这种电子词典多少钱? 这种是新出的,不打折,五千四百元。 太贵了,那种呢? 那种原价四千,现在搞活动,打七折,两千八百。 这个价钱还行,就买这款吧。 难得买电子词典花了多少钱? 三十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大雨,你还是带着雨伞吧。 嗨,你看天气这么好,怎么可能会下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那就听你的吧。 难的最后是什么意思? 三十一 我要买一张今天去北京的火车票。 你要几点的? 上午十点二十的。 对不起,已经卖煤了。 还有十三点十五和十五点四十的。 那要十三点十五的吧。 难得买了几点的车票? 三十二 你怎么又擦车? 昨天不是刚擦过吗? 不擦不行啊,雪全化了。 路上都是泥,弄得满车都是。 用不用我帮你一把? 不用,马上就完了。 难得在做什么? 三十三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呢? 上面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爸爸后面的那个长头发的不就是我吗? 哎呀,你长头发的样子真好看。 我都没有看出你来。 我现在这样子不也很好看吗? 下面哪个选项正确? 三十四 请问今天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 现在的汇率是 一美元兑换6.78元人民币 怎么又低了? 那先给我万五百美元吧。 好,请填好这张表格。 女的想做什么? 三十五 科德又请假了,不知道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昨天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摔倒了,现在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那你怎么不早说,我们好去看看他呀。 昨天我们已经开会讨论过了,谁叫你不去上课啊? 男的怎么了? 答案 26 你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又演讲的,究竟在干什么? 我正在准备汉语桥比赛呢。 啊,你要参加汉语桥比赛,不是开玩笑吧。 告诉你,别瞧不起人,我们走着瞧。 下面哪句话是错的? 27 妈妈,我有点头疼,家里有没有药啊? 我找找,还真有一盒,给你。 这药已经过期了。 是吗?那我再去给你买一盒。 对话可能发生在哪儿? 28 留学生春节晚会什么时候举行啊? 怎么了?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吗? 不是我,是朱丽叶。 她想给大家一个惊喜。 那你让她去班长那里报名吧。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29 这种电子词典多少钱? 这种是新出的,不打折,5400元。 太贵了,那种呢? 那种原价4000,现在搞活动,打7折,2800。 这个价钱还行,就买这款吧。 难得买电子词典花了多少钱? 30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大雨,你还是带着雨伞吧。 嗨,你看天气这么好,怎么可能会下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那就听你的吧。 难的最后是什么意思? 三十一 我要买一张今天去北京的火车票。 你要几点的? 上午十点二十的。 对不起,已经卖煤了,还有十三点十五和十五点四十的。 那要十三点十五的吧。 难得买了几点的车票? 三十二 你怎么又擦车? 昨天不是刚擦过吗? 不擦不行啊,雪全化了。 路上都是泥,弄得满车都是。 用不用我帮你一把? 不用,马上就完了。 难得在做什么? 三十三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呢? 上面怎么没有看到你呢? 爸爸后面的那个长头发的,不就是我吗? 哎呀,你长头发的样子真好看。 我都没有看出你来。 我现在这样子不也很好看吗? 下面哪个选项正确? 三十四 请问,今天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多少? 现在的汇率是一美元兑换六点七八元人民币。 怎么又低了,那先给我万五百美元吧。 好,请填好这张表格。 女的想做什么? 三十五 柯德又请假了,不知道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昨天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摔倒了,现在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那你怎么不早说?我们好去看看他呀。 昨天,我们已经开会讨论过了,谁叫你不去上课啊? 难得怎么了?